2月14日,台撞击大陆渔船,致渔民死伤,恶性事件发生至今已经21天了。 2月20日,我们陪同遇难者家属来到金门,就了解事实真相,妥善处理善后事宜,与台有关方面人员进行协商。 至今天,也过去15天了。经多次协商沟通,台湾方面依然为对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真相,做出令人幸福的说明。 而且,言辞前后矛盾,否认事实,谎话连篇,对家属的关切和要求,设置各种障碍,为妥善处理善后,制造困难。 昨天,台有关方面负责人,在台民意机构继续出尔反尔,歪曲事实,未推卸责任,极力辩解。 台湾方面,参加协商人员已于3月3日离开金门,至今没有返回,毫无音信。 这充分表明,民进党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,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留在金门,由此造成的后果,由民进党当局负责。 谢谢大家。